那么在几年前的国内某论坛上,有位网友讲述了一件自己在韩国经历的相当恐怖的事情。 在那个夜晚,整栋寝室楼的女生全部都近乎疯狂地出逃,而事情的原因则非常地令人毛骨悚然。 楼主在提问中讲述了自己在2005年在出国留学时,进入到了一家建立在深山里的学校。 然而就在进入这所学校后不久,学校里开始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 甚至这些事情令楼主到如今都记忆犹新。 那么今天的故事最好大家都在被窝里听啊。 那么一切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05年过完年说起。 这时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即将开学,楼主说因为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也不想参加高考,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决定出国留学。 说了也凑巧的是,那时候韩国的国立宫州大学也决定在那年开始对外招收外籍预科学生。 于是楼主就在因缘巧合之下成功进入了那所学校。 那么还是得先说一下韩国宫州这个小城市啊。 在楼主上学那会儿记得好像叫东州市。 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城,从历史上来说也算一个古城了,古代打仗据说伤亡不少,市区周边也有不少的林木和遗址。 城市的中间有一条河穿过,在河以南就是市区,河以北就是学校的那边。 当时学校刚刚开始对外国学生招生,所以当时报的本校区就没有给学生准备上预科课程的地方。 于是楼主他们,就是所有留学生就被安排到了距离主校区可能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另外一个校区。 就如图所示是在深山里面,叫做宫州印象学院,在那里上课。 楼主说在刚到韩国的时候看到的到处都是高楼林立,人群传动,以为到了一个发达的国家和城市,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希望。 可是随着楼主所坐的大巴车越开越远,越开越久,直到一个被群山环抱偏僻的小城市,突然明白自己的未来恐怕就要在这深山里面度过。 上课的学校是一座建立在深山里的学校,除了正门有一些商店外,平时十分的冷清。 因为地处偏僻,学校里也只有宿舍生,人数也不多,或许因为周边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和设施,生活也比较枯燥,这里的学生看起来也都很阴沉,不怎么说话。 学校里面只有正门一个出口可以离开学校,其他地方都是用铁网高栏围起来的,也不知道是为了防止野生动物,还是怕人迷路。 当然一开始楼主他们这群留学生还是很兴奋的,毕竟都是年轻人,还是在一国他乡,但随着枯燥的生活的开始,楼主他们也慢慢地变得和周围人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枯燥且对未来的迷茫。 在这大战中,唯一的乐趣就是一群人坐在宿舍外面喝酒聊天了。 楼主这一群留学生们一共12个人,7男5女,而且大部分最后都成为了情侣,男生就住男生寝室,女警就在男寝室楼前方的一个上坡处的地方。 由于都是中国人,人数也不多,所以留学生们都会抱团取暖,女生需要帮忙,男生都会很积极,或者被欺负了,一行人就会移植对外。 时间长了,楼主这群男生也在这小学校里出了名,居然还会有韩国女生找楼主他们帮忙。 所以在男生宿舍这边,口碑并不好,经常会和韩国棒子打架,不过宿管也管不了楼主一行人。 那么到了9月份的时候,楼主他们在这里已经上了有半年的预科班了,在男生寝室楼后面有一座山。 听老教师说这里以前是古战场,好多人都站死在这里,楼主他们也听说有男生在后山看到有绿色的火焰,不过也无法证实,但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是说在楼主他们来之前,前后有三个女生因为各种原因,跑到后山里面迷路失踪,后来出动警察也没有找到,可能这也是学校做这么严格的围栏的原因。 并且如图所示,学校不远处,有一座坟场,从古时候就有好多人埋在那边,据说里面都是不知道是哪家人的无名师,而且学校里也经常会传出一些闹鬼事件。 楼主一行人后来总感觉这个学校阴森森的,因为这个学校在深山里,而且韩国还是海洋气候,这里经常湿漉漉的,常常都会有大雾,显得更阴森。 楼主说那件超级恐怖的事情的起因,可能是一件自杀或者他杀的事件,而且目击的人员非常多。 当时楼主和另一个同伴也在场,发生自杀事件的时间是在傍晚的6点左右,那时候刚刚下过雨,天色阴沉,学生们刚刚在食堂吃过饭都结伴回宿舍,回宿舍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个影像馆。 当时就有人看到顶楼平台,有一个女生站在平台边缘,楼主两人就随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到一个女生,背对着平台边缘站在那里,双手挥舞,不停地大声喊叫。 由于距离有点远,再加上女生声音嘶哑伴着哭声,听不清楚她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楼主所画的简陋示意图啊。 就是图中的这个场景,楼下的学生都向她叫着注意安全不要掉下来了,也有学生给老师打电话求援,持续的时间有个几分钟。 此时女生就向前走出了楼下人的视野。 当大家都以为女生已经安全,事情结束了的时候,有人突然大喊快看上面,楼主回头看到,那个女生趴在天台边缘,小半个身子已经露出天台了,一只手在后面,一只手垂在天台边。 当时很多人都惊慌大叫,叫女生赶紧回去,但是后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推,还是那个女生自己在挪动。 一点一点的半个身子都已经出了天台,当时楼下的人心都已经到了嗓子眼,突然这个女生的一条腿向外延伸了过来,由于重心她直接翻身掉下了楼, 中间还撞到了楼层突出的水泥隔断上,伴随着众人的尖叫声摔了下来。 当时在场的男生有一些立刻穿过树林跑了过去,楼主和同伴也跑了过去,那个女生就这么趴在那里,楼主不敢多看,内心的恐惧和紧张让她想吐。 那么这场悲剧发生之后,学校的老师们很快就来了,把所有的学生全部驱散,随后警方也迅速到来,这件事情给楼主和这些学生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学校里到处都在讨论着这件事,学校最后是以这女生殷勤自杀发出的通告,让学生们不要再继续讨论。 学校的高层也为了声誉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学生家长到最后也没有发声,一切原委只能靠学生之间的传言来得知。 有人说该女生是因为男友分手而情绪激动,也有的说是因为女生因为课业压力大导致,但是楼主和当时目睹整个事件的学生们都相信不会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女生掉下楼之前的样子实在是太不向自尽了。 就比如说谁会在跳楼的时候会趴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挪出平台,而且女生没有任何其他动作,有人就跟学校警察反应目击情况,但是最后还是以自杀定论。 所以当时目击者们都认为当时肯定还有其他人在楼顶平台上,那么事情过去几天之后,楼主就和一起留学的其他女生外出聚餐,聚餐的途中就开始讨论这件事,而女生们则有一些令人震惊的另幕消息。 其中一位女生就跟出世女生寝室的室友有一定的交际,于是就过去向她们打听这事,那个同宿舍的女生说,那个女生绝对不是因为感情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自杀。 那女孩平时虽然不怎么说话,性格内向,但是为人确实挺好,经常帮同屋的女生收拾卫生,回家了也会帮她们带好吃的,学业也是非常不错,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会消极的人,但是就在出世前的几天,那女生给室友们说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她说有人老跟着她搭话,但是每次女生准备跟那个人回话的时候,那个人又莫名其妙地自顾自地走了,看起来不像是本校的老师,有点像是流浪汉。 女生感到很害怕,就回来跟室舍的室友们说了这事,室友们就给她出主意,就让她下次再见到那个男人,就拉着她骂,不行就叫其他人帮忙,把她吓走。 但是紧接着的第二天,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女生就在女生寝室楼的后院大呼大叫,当时那女生应该是在后院晾衣服,离寝室不算远,当时好多人都听到了,该女生的室友也都听到了过去查看,就看到那女生蹲在地上哭,问她怎么回事。 她稳定了一会儿的情绪后说,那个男人又来了,还是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就走了,走得很快。 这时候女生就准备上去拉住她警告,楼主配上了当时大概的情况图,这里遇难女孩的原话翻译成中文,是这样说的。 我准备拉住她,刚伸手感觉要拉住她衣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出电的感觉,脑子一下子就发懵了,就像整个头顶麻了一样。 我一下子就坐在这了,这会儿在抬头看她时,她好像已经走了,但是感觉她就在那片森林里看着我笑。 所以我就吓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感觉很崩溃,很害怕。 这次遭遇发生之后,这个女生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浑浑噩噩,晚上经常是突然地尖叫,醒来后就说是做了噩梦。 就连同寝室的女生都被弄得神经紧张,问到底是怎么了。 女生就表示那个人好像在看着她,她害怕。 随后寝室的摄友们就找宿管在附近找过两天,也经常跟女生待在一起,但是却没有效果,那女生总是说有人在看着她。 最后她们让这女生回家休息几天再来,说不定就会好转起来。 那个女生也是同意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回家的那天,就是女生跳楼的那天。 摄友们早上就给那女生送到了车站,看着她上了车离开,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完的时候, 这个女生就莫名地出现在了学校跳楼了。 同情室的女孩都被吓得不敢再住在那个寝室了,都去朋友的宿舍睡地板。 当亲眼目睹整个事件的楼主听完这些消息后,更加地确定这不可能是自杀。 结合着那天看到的,肯定是有什么人或者东西带她做出那种行为。 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多后,这个事情就在学校里面传开了。 女生宿舍人人自危,有人说是闹鬼,有人说是跟踪杀人狂,整个宿舍区都是人心惶惶。 过了饭点更是在宿舍外面看不到一个人,都躲在宿舍里,连学校高层出面开大会说这个事都没用。 本以为这事情就会就此结束,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直接让女生寝室整栋楼都给学校封锁了起来。 这件事给整栋楼的女生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事情就发生在跳楼后的第二周的一天晚上。 具体周几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周一,就是周二。 那天晚上六点半的时候,男生们吃完饭就在门口自动贩卖机旁边闲聊。 由于宿舍楼后面就是深山,阴森森的,男生们就在闲聊着这山里有什么? 说有人看到过鬼火,然后就聊到了八点左右,整个宿舍区已经见不到什么人了,女生更是想当然的一个都没有。 楼主们也觉得无趣,聊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宿舍。 楼主这群男生前面说了一共七个人,两个宿舍, 四人一间,平时七个人经常一起坐在这里聊天。 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人的女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女生宿舍乱糟糟的,外面一直有人大声地说话,还跑来跑去。 他们挺害怕的,怕是出了什么事情,让男生们过去接他们,去校外吃完饭再回来。 女生一共五个人,四个人一个寝室,住在四楼。 另外一个跟韩国人住,天天跟韩国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不怎么说话了。 于是楼主他们就准备动身,去女生宿舍楼下等他们下来,就从圆圈的位置出发,大概就三百米左右。 然而就在快要走到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女生寝室楼那边发出很大的吵杂声,有尖叫的,有哭喊的。 紧接着不断地有女生从宿舍楼里面跑出来,女生们很多都衣不避体,有的穿着睡衣,有人披着毯子。 更有甚者只穿着内裤,双手护住,蹲在地上。 越来越多的女生不断地从宿舍楼里面跑出来,一时间一大群女生挤在一起大声哭喊,恐怖的氛围瞬间传染。 还有的人被人拖着躺在地上,也有一些直接往男生宿舍方向跑,楼主一行人被吓坏了,一时间愣住不知道怎么办,眼前的场面实在是太过诡异。 直到如今都还是记忆犹新,楼主他们就不敢再往前走,直到一行人中一人的女朋友跑了出来,他立马就跑过去,一行人就跟着过去了。 见到那人女朋友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跟他的男朋友说有鬼,有鬼。 其他几个人也是抱在一起哭声不止,学校留守的人也惊动了,一些保安人员和男老师也跑过来组织学生去大礼堂,另一些去宿舍里面查看情况,同时也让楼主这些不明所以的男生全部离开。 那天晚上学校门口到处都是来接孩子的家长车辆,一个个衣不避体的女生站在学校门口等人来接,回不去的就统一安排在大礼堂休息。 楼主这群留学生只能待在一起,带着女生们一起在校外去住。 当时楼主这群男生或者几个已经哭着不行的女生去学校门口餐馆坐着,还好他们已经是有了外出的打算,都是穿好衣服出来的。 喝了点热汤,他们才算稳定下来,但是身子还是一直在发抖。 然后他们就说起了他们看到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八点左右,他们听到了宿舍外面有很多人在吵闹,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挨着拍门,不知道他们是留学生还是因为他们是最后一间,所以就没有人来拍他们的寝室门。 他们以为是学生之间闹矛盾打架了,怕阳极吃鱼,就决定找楼主男生们去外面吃点东西转一转,躲一躲。 就当他们穿好衣服走出寝室门的时候发现,好多好多人就往楼下疯了似的跑,当他们走到三楼往下的楼梯时, 听到整个二楼发出了一阵尖叫声,这个尖叫声就是当时楼主那群男生们听到的那次,然后就看到二楼走廊涌出大量的女生往楼下跑,有人哭喊着,有人尖叫着,当时他们就被吓坏了,也跟着向楼下跑去, 其中一个女生在路过二楼走廊的时候顺着人缝往里面看了一眼,她说她看到了满地的血污,还有一个人蹲在走廊里看不清楚,远处好像还有人躺在地上,当时的场景就如上图画的这样,当时立马就被吓得哭了出来, 他们就顺着人群跑了出来,一路上还有人喊叫着鬼啊,有鬼,于是就到了男生们看到女生们的那一幕,此时楼主们就猜测鬼什么的不可能,应该是有人闹矛盾伤了另一个人, 但是看当天集体女生出逃的场景也感觉不太对劲,当时就安慰他们说可能发生什么伤人事件了,没啥事,休息休息,别想太多。 之后吃过饭后,就带着女生一起去找了一家宾馆住了进去,准备第二天去问问其他人,早上起来,一行人就回学校上课,结果就被告知学校近期放假,休整三天以安抚大家,学校也要做出整改,想着出了这事,学校动作还挺大的,楼主一行人就坐车去了市区,在那边玩几天,正好帮女生调整下心情,此时楼主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天之后,楼主留学生们按时到了学校上课,但是一进到学校就发现,早上的上课高峰期,学生寥寥无几,一上课的老师很惊讶地看着楼主他们说,没想到你们留学生来得还挺奇的,楼主他们就问老师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女生宿舍有伤亡,老师说没啥事,就是发生点伤人事件都已经处理好了,接下来老师也不说什么,就开始讲课,到了傍晚,一天的课程结束,吃过饭大家都该各回寝室休息,楼主男生们刚到寝室, 女生就打来电话,说他们女生寝室全被锁起来了,值班室也没有人,他们进不去了,怕是有什么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也挺害怕的,叫男生们一起去问问留学顾问老师,问了老师后,他说给你们发过邮件了,女生寝室需要清理,暂时不住人,学校统一安排女生去教室楼住宿了,让女生们也赶紧过去领床铺和洗漱用品,私人物品去任领室去领,然后楼主他们就带着女生们去学校最东边的教室楼去, 一路上就讨论着一起伤人事件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嘛,就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又联想到了学校的一些传闻,还有前几天女生跳楼的事情,总感觉心里毛毛的,于是让女生到时候去问问看,有没有当时在场的女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惜事与愿违的是呢,来上课的女生太少了,基本上来的都是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的, 可能知道事情原因的都给吓得不轻,那么楼主他们也就无从得知情况了,于是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女生们还是没有回到寝室去住,有人说那个寝室楼要封锁,不再住人了,留学生们也就继续枯燥无聊地学习生活,但是直到某次,碰见跟楼主这群留学生们关系比较好的学姐,她才告诉了楼主他们整个事情的真实情况,楼主们这才知道了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离谱,怪不得学校大费周章地处理这件事,也怪不得到此也不敢公开这件事,而就是因为这件事,让楼主他们不得不感觉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是存在的 那个学姐呢,是学中文的,知道留学生来了之后呢,就经常找楼主他们吃饭,交流学习锻炼中文,跟留学生女生们关系很好,比楼主大两岁,平时也像个大姐姐一样喜欢帮助留学生们 那么这位学姐就是住在女生寝室的二楼,当天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当时她刚洗过澡,浴室就是走廊尽头的公共洗漱房,学姐就看到有两个女生从他们寝室尖叫着慌慌慌慌的跑了出来,只穿个睡裙 学姐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寝室突然进去了一个男的,跟他俩不知道的说什么一直在嘟囊,就是不知道说的什么东西,听不懂 吓得俩的女生跑出来了,这时候好多宿舍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 学姐当时就对两个女生说,找个东西顶着门,别让他跑了,我去让宿馆找人来 说完学姐就跑一路去找宿馆,当学姐和宿馆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寝室门口围了好几个人 两个跑出来的女生有一个在那里拍门问,你在干嘛,快出来 但是没有另外一个女生的身影,学姐赶紧跑过去问怎么回事,人呢 那个女生说,刚才她同伴趴在门上听到里面有动静,想知道那个男的在干嘛 同伴听了一会儿说,那个男人还在说话 然后同伴就不知道怎么,就开门进去,随后还把门关上来 同伴开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男的站在窗边的书桌上 站得非常高,感觉特别特别诡异,不像一个正常人 随后他就拍门让同伴赶紧出来,你是怎么了 但是无论怎么叫,里面就是没有人反应 听完学姐就看着其他人,随即其他人也表示都看到了 那个女生的行为实在是很奇怪 社友就担心那个在门里面的女生有危险 就让大家继续拍门,自己回去拿备用钥匙 说完就跑下楼去了,那个女生就准备继续敲门 但是突然之间门被打开 进去的那个同伴直弄弄地站在门口 就那么诡异僵直地站在门口发愣 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之前宿舍里的那个男的不见了,凭空消失了 敲门的女孩刚想问话 这时候发生的事,让周围的人都开始疯狂地流冷汗 浑身发麻 就在女孩刚想问同伴为什么要进去的时候 这时候,从女孩背后猛然间就伸出了一条男人的胳膊 一把把那个敲门的女孩也拉了进去 而这条胳膊是凭空出现的 周围的人包括学姐 都说当时只看见了凭空出现的胳膊 根本就没有那个男人的身影 胳膊有点青黑色,看起来脏脏的 把敲门女孩拉了进去之后 门也随即又被关了起来 此时周围的女孩都吓坏了 有人说是鬼,有人说是杀人犯 这时候人群开始骚乱起来 有人打电话报警,有人去找其他认识的人 女生到处跑来跑去 学姐也直接被吓傻了 根本不敢去碰那个门 这个时候宿管回来了 她哪里看到过这种情况 连忙跑了过来 听到有人说另一个女孩也被拉进去了 赶紧就去开门 结果门一开 宿管直接的疯狂的尖叫起来 人群则是更加的慌乱 学姐说她当时看到里面的情况 差点晕了过去 只见最开始进去的那个女生 拉着之前那个敲门女生的头发 用着感觉不属于她的力量 时间地把头往左脚上面砸 那个女孩已经不能动她了 一只眼睛好像也坏了 满脸的血 那女孩好像看到门开了 就拉着女生头发 开始往外面走 走到门口 把那女孩的身体往地上一扔 这时候大家都开始疯狂地往后躲 学姐也被吓得走不动路 被宿管拖着往后退 这个女生一边嘴里说着不明所以的话 一边往前走着 大家只能往后躲 听到消息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渐渐地整个二楼走廊到处是人 突然这个女孩开始大声尖叫 一边叫 一边用手抓自己的脸 学姐说这个时候 那个女孩的手上到处是血 感觉手臂像是一个男人的手臂 看起来很粗壮 跟女孩身体很不协调 这时候女孩的尖叫声越来越沙哑 但是感觉声音越来越大 像是一个男人的吐叫声 此刻女孩的脸上也是血肉模糊 所有女生看到这一幕 或者听到这声音都疯狂地往外跑 哭叫声喊成一片 接下来就是后面发生的女生集体出逃了 学姐也被宿管搀扶着顺着人流跑了出来 这次楼主她们碰见她 学姐是来办转学手续的 因为那一幕实在是让她无法继续在这里上学了 带给她的恐惧实在是太深了 也因为这件事 楼主这群留学生也是个奔东西 有人回国 有人选择留下来 楼主和其他两人去了别的学校 总之没敢再回到这个小城市 那么事情到这儿就差不多讲完了 至于事情的真实性 大家就不要过多地纠结 我们听故事就好了 那么大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记得不要忘了长点赞加关注 我是无话不聊的无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